烤生蚝 蒸蚝洗净外表的泥沙 用刀将生蚝外壳撬开取出蚝肉洗净 放入盐半勺 料酒一勺腌制五分钟 将生蚝生凹的外壳刷洗干净备用 蒜切碎 小米椒切碎 小葱切葱花 将生蚝壳摆在盘中 放入腌好的生蚝 锅中放入适量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 放入蒜末 生抽一勺 蒸鱼齿油半勺炒香盛出 放在生蚝上 将烤箱提前预热 放入生蚝下火200度 将生蚝烤至12分钟 换150度上下火再烤三分钟 取出撒上葱花 小米浇碎即可 小米浇碎即可 小米浇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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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